现年34岁的韩国女星尹安慧在2015年参加中国综艺节目《女神新装》时 被指在节目中设计的服饰涉嫌抄袭 令她在韩国的人气跌到谷底 至今韩国网民仍不断对她冷嘲热讽 今年5月份尹安慧落实出演NBN电视台新剧《心动警报》 大批网友表示反对 商舱会罢看剧集 《心动警报》是尹安慧时隔5年拍摄的韩剧 10月31日聚集在首尔举行发布会 尹安慧则再次为三年前的抄袭事件道歉 但网友的接收度似乎还是没那么高 不过在31日晚播出的第一集就录得2.8%的平均收视率 比上周播出的由崔正赫主演的《马成的喜悦大结局》 2.2%的收视还要高 成绩非常不错 看来尹安慧含剧女王的神奇魔力仍在 但是网友瞬间又多了一个话题 因为尹安慧在现身聚集发布会时 就被指样貌和以前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更指她的脸上一次打了东西 同时嘴唇也比以前更加丰满 质疑她进行后天加工 令尹安慧整容的说法再次成为热化 有些质疑她的恨疑 不错 那这事就需要一口 我一直在这种鑫子 这种鑫子 对吧 我一直在这种鑫子